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鎮宗盛 今天加全指數小幅度的下跌 整體格局還是非常的健康 橫的路股票還是持續在補漲 你去看喔 我們昨天才剛講的6245的利端 今天是不是一根漲停板 再一根漲停板 那其實利端它就是很好的例子 巴菲特的選股邏輯加上傑西里弗某的進場點位 是不是 就是兩週的一週的時間就20% 等一下我們會再來講 那以加全指數來講 其實目前就不用去過度分析 就像我們講的嘛 最壞的狀況已經過了 這裡 最壞的狀況已經過了 當時有講 那其實說 以正常的情況來講 可能說反彈到這個位置 它會出現比較大幅度的震盪消化賣壓 但是因為有這件事 台積電大漲 應該是說因為有巴菲特去大買台積電這件事 所以讓整個台股的國際的認同度往上提高 那也代表說台積電的本益比上調 很多的中小型股 它就算說獲利什麼都沒變喔 它的位置就是變低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是說巴菲特進場以前 這件事出來以前 可能說台股的滿足點沒有到這麼的大 那這件事出來 因為認同度提高 接下來的補漲空間會更大 所以不用太過於擔心 今天就是 橋幅震盪 整體格局還算非常健康 因為就像我講的 台股的本益比提高 因為巴菲特的進場 所以接下來的空間無上限 所以我們一樣是針對說很多超底的好股票 下去進場佈局 那其實你去看 指數我們就簡單帶過就好 這裡 當時我們在10月12日有講 台股最後會跌到12,500點到12,600點這個位置 當時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當時我們在10月中旬 大約是有足足兩個禮拜 幾乎沒有買任何的股票 就像我講的 行情不好我寧可選擇不做 行情來了我一定盡全力去買 否則你說在10月份 如果在10月前這個位置 去大買股票 跌下來 跌到12629 怎麼會有錢去超底 是不是 所以當時有講台股最後會跌到12,500點到12,600點 好那當我們見到了12,629點 就公開講嘛 超底秤現在 10月27 這篇文章還放在我的Lite跟Telegram裡面 大家可以加入去看 超底秤現在 超底秤現在 公開告訴大家 450元 那我才告訴大家說你要去大買 那一直到今天都是大賺 所以在我的Lite裡面 記得要先去做加入 我的Lite裡面都會告訴你最新的標股 那重點是 我會告訴你跟市場 我講絕對不一樣的操作邏輯 小老鼠 W1178 W178 為什麼一定要加入我的Lite 因為我的選股邏輯 絕對是最貼近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說 大家都知道說巴菲特他是價值投資 那用巴菲特的講法就是 他是去買被低估的股票 那我們不用講得這麼術語嘛 講白話一點 就是去買便宜的股票 那不就是跟我的選股邏輯一樣 巴菲特是去買便宜的股票 被低估的便宜好股票 我們也是透過產業加獲利 去買進便宜的好股票 那就像我們講的 如果說跟巴菲特1比1的模式去做 你絕對賺不到錢 第一是說持有時間不一樣 第二是說資金的大小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加以改良嘛 我們加上一項條件 技術面轉向才去進場 所以就會形成說實戰上 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加上傑西里弗某的獲利速度 等一下我會用實際的例子 告訴大家說我們完整是怎麼做 所以你去看台積電 就是說光是從台積電這檔股票 不是說現在要叫你去大買台積電 還是怎麼樣 你說從台積電 我們買進的時間點跟標的 整個完整的邏輯你會知道 我們的邏輯跟看法 就是幾乎是跟巴菲特吻合 當時我們有講嘛 2330的台積電 10月29號 10月29號公開講 450以下小買 400以下去大買 如果真的有來到350 你就全力去買 當時股價還在432 而當時收盤價是435 等於是說我們是在台積電 還沒有跌下來的錢 就公開告訴你 跌到什麼位置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跌破400你要去做大買 為什麼我敢在還沒跌下來的錢 就公開講 因為我了解它的價值在哪裡 是不是 所以你看當時有講 450小買 400大買 350全力買 這三個價位怎麼來的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ght去看 裡面都寫很清楚 11月3號再公開告訴你 跌破400元 他就可以去抗衡美債 所以400元你就要去大買 是不是 因為他就可以去跟美債抗衡 11月16 最高來到了494 不論你是在400以下買 450買 通通都大賺 就算你放到今天好了 今天收盤價是487 通通都還是賺錢 不論你450買 400以下去大買 通通都賺錢 是不是 所以巴菲特在 第三季去大買台積電 他卻不買聯電 卻不買世界先進 我們在第三季的季底告訴你 台積電破400你要去大買 那我們在今年以來 從來沒有推薦過聯電 世界先進 是不是 這個邏輯不就是跟巴菲特一模一樣 你說金元代工 台積電世界先進聯電 那要買當然是買最好的 是不是 你說先進製程這個東西 聯電跟世界先進 他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其實光是看這樣子的操作模式 那你會知道 為什麼一定要找我 因為只有產業家數字 才能夠帶你買到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這也是最貼近巴菲特的邏輯 好那就像我們講的 你說1比1的完全去做 一定賺不到錢 第一說資金大小不一樣 第二是持有的週期也不一樣 所以一定是說我們要去找一個起火點 就是說我們用巴菲特的邏輯 挑選出好股票 好 等待一個起火點出來 再去做切入 所以我們就可以同時享有 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加上投機之王嘛 傑西里弗某的獲利速度 6245的立端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們昨天才剛講 昨天才剛公開講 昨天才剛講80元以下便宜 我們在上週佈局 上週佈局昨天大漲的9% 最高來到77.8 好 昨天才剛講80以下便宜 今天一根漲停板 盤中直接亮燈漲停 83.9 是不是 昨天才剛講這個位置 你去看這裡 80以下都便宜 今天直接過80元 而且今天大盤不好 今天大盤很多的股票都開始出現賣壓 利端就持續往上攻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6245的利端不是我在上週選出來的股票 是他一直在我的口袋名單裡面 只是說上週技術面轉強 我們才在第一時間去做切入 好 所以這完整的邏輯就是這樣 我們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選出6245的利端 那6245的利端 我們就是透過巴菲特的選果邏輯 這是一樣的啊 台達電入股 那他未來可以打入充電樁的供應鏈 趨勢產業沒有問題 那最重要的是數字 數字在這裡 2022保守是8元 2023保守是10到11元 2023保守10到11元哪裡來的 因為如果說他接到台達電的訂單 明年的這個營收至少是百億起跳 那如果說用百億元去算的話 明年的毛利率預估是大約是 15到20%左右差不多 那15到20%左右換算成他的EPS 大約就是10到11元 那10到11元不到80元 這就是便宜的股票啊 這就是真正便宜的股票 趨勢產業本益比只有7到8倍 不夠便宜嗎 絕對是便宜的啊 所以如果說用巴菲特的說法來看 他就是一檔被低估的好股票 好 所以立端選出來之後 我們也不急著進場 這個位置就已經選出來了 這裡去買沒意義 我們要等很久 所以我們就等到上週 開始出量有買盤進場 基礎面轉強才去做切入 本週大賺了20% 是不是 先挑選出便宜的股票立端 技術面轉強我們才去買進 昨天漲停板 今天再一根漲停板 單週就是大賺20% 這不就是兩者結合在一起嗎 這個就是實戰上的應用 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加上投機之王傑西里弗某的 進場時間點 就會形成大家所看到的這樣子的操作 所以你去看喔 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加上傑西里弗某的獲利速度 這絕對不是口號 應用在實戰上 立端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說傑西里弗某他的訴求 就是趨勢出來才進場嘛 那我們就是技術面轉強進場去切入 就是20% 所以因為說 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一定是資金要有效率的應用 所以我們就是先把便宜的好股票選出來 那也不急著進場 等到技術面轉強 或是說一個起火點出來 我們再來去切入 很快就可以賺到這一段 是不是 當然說你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容易 就是說 就像我這樣講 6245的立端 2023年預估10到11元 所以它是便宜的好股票 80元以下 80元以下買進 都是便宜的價位 所以它會漲上去 當然你單純這樣聽 就是雲淡風輕的講過去 聽起來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但是其實最難的地方就在於 它明年的獲利 就是說對於一般投資人來講 明年的獲利是不容易估算出來的 這裡嘛 我告訴你說10到11元 但是以正常情況下 這個數字其實是很難去算出來的 這是要透過說財報的檢視 那包含說未來獲利的預估 那還要去實地去評估 公司目前的訂單狀況 那經過層層的計算 才會得出這樣子的數字 所以其實這一連串聽起來是很容易 就是說挑選出一間便宜的股票 選出來之後技術面轉強 我們去切入 切入完之後就開始大賺 聽起來很容易 但是其實裡面最難的環節就在這裡 你要能夠精準的預估未來的數字 你才會知道它在什麼價位是便宜 是不是 否則你說好沒有這一條 若說沒有這一條的話 你不會知道它在什麼時間點可以去切入 那或是說技術面轉強要不要去買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只有產業加數字 才能夠帶你買到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那套用到實戰上 我們就是用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加上傑西里弘某的獲利速度 就會形成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我們是買進便宜的股票 但是獲利速度也不過就都是一到兩週左右而已 所以這個時間點應該說很多的機會啦 那包含像是世新也是 你去看喔 世新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今天6643的M31漲停板 那M31當時我們有講嘛 我們世新跟創意先獲利出場 唯一留下來的就是M31 為什麼 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動作 因為我知道M31 它的股價是最便宜 這三檔裡面是最便宜的 所以今天 唯一漲停板的就只有M31 是不是 如果說套巴菲特的講法 就是說創意世新跟M31 只有M31目前看下來 它是最被低估的 所以我留M31出另外兩檔 今天就漲停板上去 所以其實就像我們講的嘛 在正常的情況下 不會有這麼多便宜的好股票 是因為有9月跟10月 非理性的下跌才會有這樣子 遍地被低估的股票 否則怎麼可能會有這樣子 一大堆超跌的好股票呢 像是立端也是啊 你說 它的展望很好 它的展望很好 又有台達電的入股 明年預估 今年先說今年 今年保守8元 保守8元再怎麼講 它也不應該跌到5字頭 為什麼會跌到5字頭 因為有非理性的下沙嗎 所以目前盤面上的機會 就是建立在9月跟10月的下跌 所以把握機會 加入操作 這絕對會是你最接近巴菲特的一次 所以利用本週六日的時間 直接來電 或直接私訊我的Lite 下週帶你買進全新的黑馬股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所以說台股目前的利多 利基點就在於說 整個台股的平價已經被上修 因為巴菲特去大買了台積電 所以整個台股在國際的認同度 會往上提高 那原本應該說很多的股票 它原本就會漲回到 它應該有的價位 那這個時間又來了這件事 它往上的空間 又比之前再更大 所以其實目前真的是 非常多便宜的好股票 所以記得先加入我的Lite 小老鼠WE178 WE178 我的Lite絕對有你在外面 看不到的操作邏輯 那也會不定時推薦說 一些最新的標股 那也會告訴你說 哪一檔股票它是貴還是便宜 包含像是季家 季家維新跟華晴 我們在上週一 就有特別講到 它接下來可能會起漲 原因大家可以自己加入去看 所以如果說以實戰上來講 6245的立端 這就是很好的例子 這完全是呈現出這兩者 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選出便宜的股票 好 不急的進場 應該說我們在10月份 就已經選出來了 但是我不用急 等到技術面轉強才去做切入 直接兩根漲停板 這就是傑西利弗摩的獲利速度 所以搭配在一起真的 獲利的流暢度會非常的高 所以你去看包含像是 其實包含像是星星 南電也是 它都是到我們設定的價位 它就開始在震盪 等一下再講 你看像是3661的四星 3661的四星我們在800元上下 我們有特別講嘛 我們先獲利一趟 因為這算是一個它 應該說從600到800 這是勝率最高的一段 800以上會不會漲 有機會但是要吃大盤 它的機率會遞減 所以四星我們單張獲利200元先出場 那創意也是 創意我們在550到600 先獲利一趟出場 因為這一段是勝率最高的一段 好 那你去看喔 創意跟四星我們都獲利出場了 當時我們有講 我們唯一留下來的就是M31 為什麼會留M31 因為我知道它的股價最便宜 你去看 6643的M31 當時我們有講嘛 340元左右進場去買進 漲到378 當時有講其實說 明年隨便估都有15元 15元起跳又加上M31它是最純的IP 它可以享有再更高一點的本益比 好 所以就像我們當時所說的 它在450以下都算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370 18 11月9號 小幅度的震盪還是一樣 這裡是看好 11月10號 這裡震盪還是看好喔 一根漲停板 11月11 往上拉 11月11一根漲停板最高到425.5 好一直到11月15我還是告訴你 這個位置它還有上漲的空間 為什麼它都已經漲這樣一段 還是告訴你說它還有空間 邏輯很簡單 其實說要去看一間公司 它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不是說看技術線圖 說沒有漲到就一定會漲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要去看它的評價 那我這樣舉例好了 其實不到450元的M31 它的邏輯就像是不到800元的四星 它是超跌 它連最基本的價格都還沒有回到 所以我當然是續報 所以你看 我們四星跟創意都已經獲利出場了 那當然說 我們就留M31嘛 這個位置 小幅震盪一下 今天一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463.5 是不是跟我們講的一樣 我們唯一留下來的 也是今天唯一一檔漲停板的 單張價差超過了100元 從340元以下到463.5 隨便賣價差都是超過100元 買一張M31你就是大賺10萬 單張就是大賺10萬以上 所以這就是一個 其實就是說評估一間公司 它應該有的價格在哪裡 它目前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就可以讓你整個獲利的流暢度到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說為什麼四星 我說它保底是800元 創意保底就是600元 因為我知道它的基本價格 它最基礎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像M31也是 既然說它保底也要回到450元 那還沒有見到450元 我當然不會隨便去賣 這個位置一段 單張價差就是100元以上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說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怎麼好像套用到實戰上沒什麼用 那應該是說用錯方式了 因為如果說要去看一間公司 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看的一定是未來的獲利 已經公開的獲利 它就是一串數字 沒有任何的意義 一定是看未來的預估獲利 那未來的預估獲利就要去計算了吧 就要去經過說一層一層的計算 包含說財報 財報要分析 那要去分析公司目前的在手訂單 未來的產業狀況 分析出來之後再去給它一個最保守的數字 就像是M3194 那你去看喔 ABF也是一樣 11月份我們一直在強調 這個位置是超跌 超跌 合理也要到260 我們一直強調 這裡是超跌 合理要到260 11月14號 最高見到了279 那你去看 是不是 它過了260元左右 它就開始震盪 今天又跌回到了258元 有沒有跟我說的一模一樣 8046的南電 它保守就是要到 應該說它保底的價格就是260以上 那260會不會再到300 有機會 但是它要看整個市場的氛圍 是不是 所以你去看喔 260這樣子的數字怎麼來 為什麼說 我們在這個位置會 敢公開告訴你說 南電保底就是260 很簡單 這個數字嘛 這裡的數字 當時有講 就算下修兩成 2023還是賺25元 至少要過260到280左右 是一個合理的價格 跟我們講的幾乎是一樣 過260開始震盪 包含3037的星星也是 這個位置超跌 當時一直強調合理價至少160 160160 160從哪裡來的 這裡 2023最低限度的標準 也是賺16元 給它的本益比10倍合理 160至少一定要到 好 這裡 10月28超跌 10月31還是一直強調超跌 好那你去看 10月11月14號最高見到了163.5 好過160囉 是不是上不去了 今天又拉回來到154 點到160元就開始震盪 是不是從120到160 跟我們講的幾乎是一模一樣 就是說它保底的價格是160元 這就是說你評估出一間公司 它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我們就可以打到這樣子的操作手法 那當然說你聽我講 聽起來都很容易啦 但是其實裡面最難的環節就是 要去評估未來的數字 你去看 如果說以星星來講好了 你說好沒有這樣子的數字 沒有這邊的數字 好你說這個位置124元 它會漲到哪裡 沒人知道 你只能純粹去看技術面去分析 但是有這樣子的數字 你就會很清楚 保守也要到過160元 那當然說 裡面最難出來的就是這個數字 最後的數字16元 所以其實你看我在講 像是3037的星星 保守16元 明年保守16元 南電明年保守26到28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其實這個數字就是最難出來的 只要你知道這個數字 哪一檔公司要怎麼買 其實就會很清楚 所以把握機會 便宜的好股票 真的不是天天都有 就像是巴菲特 巴菲特他為什麼 近二三十年來 買的股票也不超過20檔 因為低估的股票不多 哪來這麼多低估的股票 在一個正常的行情裡面 一間公司被低估一定會有法人進場去買 或是說一些專業的投資機構 來對沖基金他會進去買 正常來講是輪不到一般投資人來買 但是為什麼說現在一大堆股票都超跌 因為9月跟10月非理性的下跌 所以把握機會 我們已經用實戰證明給你看 巴菲特的選股邏輯加上 傑西里弗某的獲利速度 操作的流暢度會有多高 我應該是這麼說好了 只要你能夠評估出一間公司 他的股價貴還是便宜 其實你要買什麼要怎麼賺 都會變得很容易 因為你就會知道說 漲到這裡他還能不能賣 跌到這個價位還 需不需要賣 或是能不能去做低階 所以這也是你為什麼一定要跟著我們操作 因為加入我 這絕對會是你最接近巴菲特的一次 我們的選股邏輯就是一模一樣 他是價值投資 那我就是買便宜的好股票 所以把握機會 我手上還有非常多 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只是我們也不用急著進場 一旦技術面轉強 我們在第一時間下去做切入 所以把握機會直接來電 或直接私訊我的Lite 那下週一樣會買進全新的黑馬股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